大家好,我是OK仔 引到神動 預言 又中了 嘩,什麼事啊 喊到這麼高音 嘩,有海嘯,糟糕了 什麼事呢? 又有地震,很恐怖 地震引發起海嘯那裡 難道血液真的影響到我們嗎? 血液影響到磁場? 究竟什麼預言中呢? 說到現在我們看得到 在東加王國發生7.5級地震 海嘯也發出了 嘩,嚇死人了 大哥,一開始 這麼大聲 地震而已 不是這麼簡單 更可以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一件曾經被美國列為機密 地球第一位星際仿客 原來在八年前就已經來了地球了 嘩,都說了 美國佬經常收藏的東西 又不肯說出來 是吧? 自己代了 那現在很厲害 被人爆了出來 看看究竟有什麼 古靈精怪事 是不是收藏了外星人 我們不知道呢? 一儘管和大家研究一下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和大家說一下 有些世界新聞 當然,當中關乎美國的中期選舉 參眾兩院的控制權 繼續呈著這個膠著狀態 有報紙說 喬治亞洲這個決戰 將會是非常之關鍵的 究竟 誰呢? 會不會佩洛西 一會兒被人拉下來呢? 這件事就不知道 因為現在還是誤播 情況一會兒和大家研究一下 除了說到這件事之外 和大家說說離泰院事件 現在有東西爆了 越多越有東西爆 離泰院人踩人事件 龍山警察情報局局長 竟然服屍家中 這個人更加有人爆料 說他曾經想著 毀先滅跡 哇! 這是什麼年代啊? 韓國 你們還有這件事 所以你不要以為 別人表面好像很風光 其實有些事情操作 一樣那麼黑暗 現在這些消息被人爆出來了 看看他究竟 想著怎樣去毀先滅跡 除了說到這個毀先滅跡之外 也可以跟大家說說 有時候有些事情都離譜 離泰院那件人踩人事件 過不久而已 韓國竟然有學校 再爆離泰院遊戲 模仿當時人蝶人 哇!這件事就被人罵爆了 這些是否要再度教育呢? 當然是要 是不是? 也跟大家去研究一下 除了說到這件事之外 還有一件離奇 離奇死亡事件 有一個土耳其婦婆 跟她男朋友在郵輪慶生 不小心跌下海 死了 而說到這個婦婆的保險箱 珠寶首飾不見殺夜 會不會是那個男人 有些事情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研究 研究還有一件誇張事 瑞士的生物科技也挺厲害的 竟然有研究發現了 人體有一組後備神經 這一組後備神經 能夠幫助九名癱瘓病人 重新起身 如果是的話 我相信 對很多很多病人來說 都是一個好的消息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這個世界有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 首先跟大家看一下 地震 誇張 什麼事呢? 在這個東家王國 發生一個規模7.5級地震 你看到西藏又震 那裡又震 意大利又震 周圍都震的時候 真的震極都不完 這次的7.5級地震 引發了海嘯警暴 有沒有造成一個大海嘯呢? 暫時還沒收到消息 根據美國的地質調查局估計 今次的地震 釋放能量等同167顆原子彈 嘩 這樣很誇張 不惹小 百多顆原子彈 一顆都已經不行了 還有百多顆 幸好那個地方 不是一些主要大城市 否則恐怕都真的 人類已經滅亡了 滅亡了 真的 大家不用聽新聞了 幸好 我們除了講完這件事之外 也跟大家說說另一則新聞 先說美國中期選舉的事件 就著美國中期選舉 現在呈著膠著的狀態 有些人 最初就覺得 這個參議院議長 普洛西會不會被共和黨 拉下馬呢 暫時看來又好像不行 因為參眾兩院的控制權 現在仍然在5050 你一拳我一拳 那樣的 依然都還... 其實... 算是選舉完了 但是呢 還有很多票還沒點的 其中一個關鍵州份 阿里桑那州 其中有六十幾萬張票 大概四分之一都還在點 根據走勢顯示得到 這個州的參議院和州長選戰 民主黨的候選人 都暫時輕輕的 領先共和黨候選人 一個馬屁 而眾議院的選舉 還有二十六個議席 還沒公佈 部分選區的票數 都是你一步我一步 厲害了 叮噹碼頭 還沒去到一刻 都猜不到究竟誰會贏 共和黨日前再贏多兩個席位 拿著 潮著 可以再從長眾議院的目標 賣進了一步 看到現在 美國的中期選舉的局勢 都很緊張 另一方面 現在大家都非常關注 接下來在12月6日 喬治亞州舉行的決選 因為 民主黨候選人 民主黨48對共和黨49 眾議院方面 民主黨暫時拿到198席 共和黨211席 當然 還有二十六個眾議院委 未知 大家都 鬥得難分難解 遲一下 很快 應該陸陸續續 就會公佈 究竟會不會影響到佩洛西 暫時 都不知道 當然 有人說 影響到佩洛西 不知道誰上來 上來之後 會不會對台政策 或者對中美之間的關係 又有不同 這件事 就要等下他們 接下來 看看怎樣 繼續跟大家跟進 在尼泰苑的事件 尼泰苑人 在那邊 都令到全球震驚 想不到 韓國 你看到他們那種 做事的手法 官方做事的手法 我只能夠這樣說 不太理想 甚至乎 差了 到現在看完這份報紙 我相信我要收回 剛才說的幾件事 竟然這位龍山警察局局長 情報股長 他們叫股長 估計應該是局長 竟然陳思在家裡 估計 這個人 涉嫌下令毀滅證據 如果是真的 不是令人 差異之外 是令人憤怒 韓國 有這些 表面上 很齊的制度 但是 裡面 都繼續 這麼不堪 真是離譜 根據韓聯社報道 在日前 龍山警察局 信息部門 一名55歲 逆陰姓鄭的男子 在下午12點9 左右 在他家裡 死亡 這個人 在日前 更加跟同事 發出自殺的訊息 這個姓鄭的男子 因為涉嫌下令刪除 離泰院事件內部調查的資料 報告涉及警局收到人群擠迫 可能發生人踩人 第一批報警訊息 而他們打算把這些資料 毀先滅跡 被視為 警方想掩飾 在應對 或者有些疏失 到了這個位置 有人想避 閃避球 想到最後問責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我收不到 這些位置 想閃避 其實不只是一個部門出現問題 眾多部門出現問題 現在那些檢察院正正在調查 這些文件有沒有被人移動 或者被撿過 包括警方事前接獲報案的情報報告 以及這個區交通預防措施的報告 這個人 即是這位警察局的情報長 被曾經指控包括濫用職權 破壞證據 以致導致死亡的專業過失 你想想他這人還可以繼續做 就不得知了 除了說 人沒有經歷過一些事情 經歷過他也未必有改過 你看得到韓國校園 竟然那些年輕人沒什麼玩 還要玩多一次 離太遠的遊戲 他們叫離太遠遊戲 在韓國世宗市一間中學 有老師發現一群同學推上牆 然後一個一個夾在一起 這個所謂的遊戲 導致老師非常震驚 而說不單止這個學校是這麼玩 很多間學校也是這麼玩 根據韓國日報 有中學老師收到Email 表示針對人踩人事故 要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 因為有學生老師和同學之間 發現到現在他們 流行玩一個叫離太遠遊戲的玩樂 這種所謂的惡作劇 在課室裡面 看到一個學生 在地板上 然後幾個人一起 搭上去 這些事情 令到家長很痛心 這班學生根本 完全沒有意識到 死了那156個人 那種嚴重性 有很多老師就認為 這一次 那些學生會出現這件事 將這件事 慘案變成 時常 變成流行 即是說得很威 大家不懂得玩 這個好像很outdate 去看 因為 每個人都看慣了在網絡上面 看得多就覺得 這些是不是小見撥撥斜 很多人就覺得 所以有人就覺得 等同在網上 有些意外 或者有些什麼事 很多人都會說 這很容易 有什麼事 我空手接白人 很容易 車子飛過來 比成龍厲害 打個關斗 就跳上車頂 很容易 網上說的很容易 到你現實的時候 你想走 就不放是很容易 好了 講完這幾則新聞之後 我們給大家看看 究竟 美國 是否把古靈精怪的東西 竟然 美國的驚人機密 現在曝光了 因為 有人爆料 地球上第一位星際仿核 原來八年前 曾經來了 嘩 真是 非常獨特 根據這份 在NASA 接近天體研究中心 這件事有個紀錄 2019年 當時 這個紀錄被美國國防部 列為機密 到今年 美國國防部發表一份聲明 終於公開了這件事 當然 有人 當時看到 懷疑 一艘太空船 在2017年 飛過地球 尺寸大概200公尺 像雪卡一樣 由於這個特殊形狀 大家就覺得 他是否一艘太空船呢 在一年之後 竟然又發現到另一位 太空訪客 大概 太空船尺寸大約500公尺 在當時天空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軌跡 好了 那麼古靈精怪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嘩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太空船呢 很多科學家 然後就研究 就著這些相片 就比較一下 第一件事 他們證實了 比較早之前 原來 那顆雪卡型的太空船 就好像 不一定是太空船 就是懷疑這顆流星來的 那他當時 就進入了地球的大氣增 在巴布亞新基內亞附近的海域上空爆炸 由於科學家發現他的飛行軌跡非常獨特 可能覺得 就不關乎太陽系裡面的隕石 然後這一班 有一班研究人員 再對著路徑重新模擬 評估一下究竟這顆是太空船還是隕石呢 發現他跟太陽系恒星的引力互相作用 最後證實到 他是來自太陽系附近的天體外星 不是人 外星 然後另外一個顆 也是 根據 科學家再研究 他說這些叫做星際岩石 其實原來 每10年就會衝擊地球大氣層一次 這樣東西 有人就覺得 他的飛行速度 外形 根本都不像顆流星 那為什麼呢 會有 好像 你現在證實到這顆流星 因為 原來有 研究人員 已經落海嘗試打流這顆隕石出來 所以 會不會到時候 咦 你說是隕石 咦 原來真的是太空船來的呢 那就真的不清楚了 當然 科學家現在研究 估計他像一顆 叫做隕石 但是 美國國防部曾經列為一個機密 來的 可能現在他們真的研究到 發現 流料來的 解密 都不出奇 但是怎樣好 要等他們打撈上來才知道 究竟 是些什麼 的 講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看看另外一些新聞 講開他們的韓國 這期也不錯 看到今天 是不是真的 烏克蘭又收手 金仔又沒有什麼錢 再放飛彈 真的好些 沒有什麼 飛彈飛來飛去 感覺上 人 心情也舒服 但是 韻石穴 之前被人 拍了一些 爆粗片 然後 現在 他又出招了 這傢伙 看他的款式也放不久了 南韓總統辦公室 用一個失實報導為理由 禁止MBC電視台記者 乘搭總統專機 隨著採訪的總統尹石穴 出訪東南亞 這件事 引發了當地傳媒的大幅反彈 因為有違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韓國媒體 NBC就住 韻石穴在9月訪問美國期間 就播了一段 懷疑他的總統用粗口 提及到拜登和美國國會的畫面 拜登當時在活動裡承諾 提供60億美元 對抗外資病肺結核 約疾 但是韻石穴在合照之後 竟然轉過頭和幕僚說 如果那些小子 沒有在國會被他通過 你說拜登那個死人的樣子 都不知道在哪裏 就著這件事 更加被人擺上去 更加原汁原味地播出來 更加有人說 這個總統說話 都頗不適當 當然 你說這樣公然報復這個媒體 在韓國引起大型的不滿 他們就發表聲明 批評總統府公然挑戰言論自由 這個決定是打壓媒體的暴行 在韓國憲政史上絕無僅有 更加一個聲明致出 要求尹錫穴立即取消有關安排 並且向全國國民道歉 同時間已經有兩間韓國媒體表態 我不一起坐你的飛機做專訪 真的不清楚他們會怎樣 會不會又在獻起另一重浪呢 因為在韓國 你也知道他們很喜歡示威 這也是 另外跟大家說一件事 在土耳其 有個婦婆 跟她的男朋友 在郵輪開開心心 慶祝生日 竟然離奇墮海身亡 嘩 她的珠寶箱 還要不見了 嘻嘻 男朋友 你這次還不死 你死吧 不是她死 這位土耳其婦婆 艾塔克 是Tiffany 土耳其的總經銷商 總經銷商 她在10月底的時候 跟她的男朋友 參加這個郵輪之旅 慶祝生日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隻郵輪不是小的遊艇 是那些什麼加勒匪 匪海號 竟然無緣無故跌落海 更加現在找不到屍體 而說到 這個婦婆 放在船艙的保險箱裡的珠寶 都不見了 很靈驚怪 會不會有人凹了呢 這個 說到這件事信一出 有調查人員和專家分析 說到這個婦婆 只有 一米多一點 她怎麼可以跳過船艙的欄杆呢 有船長就說 你這麼矮小的乘客 你要在巨型郵輪上 掉下去是很困難的 但說到說 其實當時這個婦婆 掉到海的時候 已經立即緊急 做一個反回打鬧 但已經 找不及了 當然很多網民覺得這件事疑點重重 因為這個婦婆的男朋友在事發後 20小時才報警 根據土耳其媒體引述官員指出 如果這對情侶一直在船艙 沒有通報失蹤 的確可以 加上 郵輪日常 娛樂活動非常頻密 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也非常緊貼 所以說到這位婦婆 74歲的瑞士籍男友 捱了案之後 接受警方盤文 由於沒有什麼證據 放回瑞士了 應該不見了 人都不見了 說到瑞士 有一個重大的人體研究 發言 竟然有一條後備神經 這條後備神經 可以幫一些癱瘓的病人 重新正常健康的生活 如果是在醫學界 甚至人類界 有一個非常大的喜訊 因為近日 瑞士有一項研究 將一些電極裝置 植入一個癱瘓的病人 脊椎骨裡面 模擬大腦訊號 令部分病人 重拾少量的活動能力 而學者 很仔細地分析 病人的神經元 發現到 有一組神秘的後備神經 我們看看究竟這組後備神經是怎樣 綜合外國媒體報道 瑞士 諾桑聯邦理工學院 一項研究 發現 人類脊椎後面 有一組特殊神經元 如果你適當刺激它 可以令到一些癱瘓人士 重獲一定的活動能力 而研究 負責研究這兩位神經科學教授 以及神經外科醫生去進行 這些人員 嘗試將一組電極裝置 植入不同程度 癱瘓病人的脊椎骨 用模擬的方式 將原來大腦訊號刺激脊椎神經 當中 志願者有九個 就算關閉了電極刺激 仍然能夠保持部分活動能力 好了 經過專家研究 脊椎神經地圖 並且記錄所有受刺激的神經元 發現到一些健康人士 不會用到的特殊神經 被譽為一種基因有關 當癱瘓病人 在這組的特殊神經被刺激 好像電腦一樣 幫你解決了整個神經網絡 有人說這種情況有餘 可以停電 突然之間你的後備發電機 即時啟動 令到你的病人獲得結構性的恢復 就著這件事 他們針對 如果可以瞄準 並且操控這些神經元 有機會修復整個脊椎神經 哇 如果是一個人類的福音 是不是 因為始終看到這麼多人 受到這些 受傷 癱瘓 如果在現在的科學裡面 可以發現到 也是一線生機 起碼也不用那麼灰 好了 除了說完這些之外 說一件卑士 上班九天 一位鑄鐵廠的員工 又出工業意外 我們看看究竟在哪裏 在美國 伊利諾伊州 一間鑄鐵廠 發生一宗嚴重工業意外 一名上班九天的員工 不小心 擦腳 擦錯腳 跌了下去 溫度攝氏 一千度的熔爐 哇 立即 化為灰 好了 導致整個人 立即消失了 Biz說到工作人員 等了幾個小時後 才有方法 把他的殘骸 找出來 找鬼都沒有了 唉 真是恐怖 原來更加有消息指出 這間鑄鐵廠除了800名 餘工之外 每天可以融化 最少1000噸鋼鐵 更加說到這間工廠 在一個月內 發生兩宗重大意外 第一宗就是去年 一位52歲的工人 不覺得在高處跌下來 跌下來 跌死了 唉 這次有個人 擦腳 擦錯腳 跌到熔爐 唉 又是陰公豬 除了陰公豬這件事 更加說到 真主萬歲 又再現 在比利時 布魯塞爾 一個晚上 竟然發生 遲刀襲警案 造成兩名警員一死一傷 刀手其後被警員擊斃 跟著 根據這件事件 就說 兩名警員 在布魯塞爾北部 射爾貝克區 一個火車站附近巡邏的時候 突然之間 有個遲到男子 就 襲擊他 另一名附近的巡邏警員 一收到風 立即趕到現場增援 開槍擊中了刀手的腳 和腹部 跟著就 掛了 而說 那位被襲的警員 項部中刀 受傷 重傷不治 而有居民透露 這位刀手曾經 高虎真主偉大 嘩 那會不會關乎 一些恐怖襲擊事件呢 暫時 都不知道 恐怖 恐怖在於這裏 那些人隨時無端端 貼一條根 就會叫這些東西 然後就捅你一刀 所以人類 真是古靈精怪了 那究竟 那些外星訪 是不是一早來過呢 我們都不知道 是吧 那看一下他們 撈些什麼上來 不過都未必告訴我們 那今集時間到這裏 下次再說 Bye